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90后的我 我今天突然发现 我们家娃明年要准备报小一了 对 小学一年级 我记得是我应该是前面前十个的 我都不记得是第几集的时候 我有跟大家聊到我自己的情深体验 就是我弟弟AIS的考试 考二年级的 虽然我们家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学生了 就是我弟弟 但是的话呢 就是始终还是我弟弟AIS 虽然带他们三个就跟都是我自己的AIS一样 带的三个一样 但是始终就是我自己的AIS 明年要准备小学报名一年级 我顺时的心情就有点复杂 就我的娃都要准备上小学一年级 然后因为她是 就是年头出生的 所以实际上的话呢 她的有很多 就是 我有朋友 就是的孩子可能比她早 就是早那么一两个月 他们明年就要上 等于说今年 今年就要报名了吧 明年就要上 所以我发现我们家吧 明年就要报名了 但是实际上她近的话 她是会是把你们年龄相会比较 稍微比较大的那个 对 因为她的 就是出生的年份在年头嘛 那刚好接着这个 然后我真的说实话 就是今天 我突然发现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马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给自己订了个闹钟 订了个明年的闹钟 因为你不知道明年 她要准备报名的那个时间点 你人会在哪里 你在做什么事情 你会不会不记得 因为正常的话呢 是会 就是你可以就是 把那个网站 就是她的那个报名的网站 就是把它加入她的那个名单里面 然后她到了那个时间 就是开始要报名的那个时间 她就会发邮件给你 然后你就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但是因为我们的是明年的嘛 然后所以的话呢 真的是我第一次定了一个明年的 这样的一个日期的闹钟 为了提醒我明年那个月份 要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提早想到提早做准备 提早去梳理的话 其实对我们自己就是报名的那个时候 真的不会手忙脚乱 就是有很多的材料什么的也可以提前准备好 当然了就是不管是在她的整个的政府网站上面 还是说是在她的整个网站的视频宣传里面 她都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这个点我觉得就是在就是 这也是我还蛮欣赏新加坡就是政府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其实我讲我整个梳理整个过程呢 也希望带大家走一遍 也自己带我自己走一遍 同时的话呢 也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在这种方面的话 我比较欣赏新加坡的她的几个做法 那刚才我有提到就是 新加坡的这个所有的政府网站 都是非常非常的详细 然后非常的贴心 这个就跟我之前有给大家提到过的这个保姆市的这个政府 它是息息相关的 真的她不管她的所有的这个步骤 就是如果你是完全没有经验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当父母嘛 然后你可能不一定会有家人 然后又来到了一个可能陌生的地方 或者是国家 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丰富经验 就算你是在你本身的本地里面 你自己待了很久 但是你身边有没有保妈呢 你自己有没有亲戚朋友 是有报名过这种小学的呢 可能都不一定 所以的话呢 但是新加坡政府就已经提前把这些全部都已经想好了 你只要登录它的这个官方网站 就是教育局的这个官方网站 然后你就可以按照它这个流程 所有的全部都看一遍走一遍 然后包括需要准备的东西 需要提前多少时间 是在什么时间段去报名的 都非常的详细 那大家 今天呢 我也带大家去全部的这样子的去了解一番 那刚才我提到的就是 除了它这个很详细的这个流程以外的话呢 它会把很多很重要的点 首先先抛给就是这种 像我们这种要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其中比较有疑惑感的人 他就会先抛 比如说他提到的一个点就是 这个不是first come first serve 就是有些人可能认为他可能时间很忙啊 或者是我可能在这个开放报名的第一天 就是我没有来得及报名 我是不是到快到最后一天才报名的时候 我就是会 就是他会推后给我排位啊 他已经在所有的一开始都已经跟大家讲了 就是这个报名不是first come first serve 意思就是说不是先来 先到先得 就是你 他最终还是会根据他的其他的几大因素 来进行这个叫做分配排位 还有发这个通知书 那首先的话呢 在如果是大家不管是说是 如果是本地人的话 肯定大家都有亲戚朋友 或者是有身边有朋友 然后自己也可以很顺畅的去登录官方的这个MOE的网站上 然后可以查到 但是也有可能也会有第一次使用这个网站的人 然后当然了 我今天可能更多是希望想了解新加坡 因为他的这一套流程不仅仅是对本地的本地人 他也是对国际学生 我之前有提到如果你是7岁以上的 就是你是读了二年级以上的 那你来就必须要参加AES的考试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是五六岁 然后你未来是想来新加坡读这个小学 你可以尝试在他六岁的时候 就是直接进行报名 那他 但是他最终 你能不能获得他的这个资格的话呢 他还是属于一个抽签的 像一个lottery的这种 我们说的是彩票的这种形式 就是对 他是一个随机的 但是的话呢 何尝不先试一下呢 因为如果你被抽中的话 那你孩子也不需要考试 那你提前 就是半年 就是提前你已经知道消息的话 那你就也有很充分的时间可以准备来到这边的一些 包括住房啊 选址啊 这个签证啊 手续啊 还有把家里可能的这个双亲啊 老人啊等等的 都可以把这个提前给 就是安置好 对 那我们来讲 就是如果是首先进入这个网站的话呢 那大家可以 就是先去 就是他的首页 他的首页呢 就是找到他的这个小学 然后去到他的首页呢 有一个特别棒的东西 就是说你可以先填 就是你可以先 他会问你 就是你们家小孩现在是几岁 就是check when your child is eligible for P1 registration 因为他可能我们大家在算那个小孩的年龄的时候 就是并不一定知道 哎呀 那我现在小孩如果我是四月份出生的 如果我小孩是八月份出生的 如果我小孩是九月份出生的 那我家的孩子会不会就是 到底是在今年报名 还是在明年报名 因为要知道哈 一旦错过了这个报名时间 你就是不能报名的了 就是包括 当然我不知道本地人如果错过了报名时间 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制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排序 但是他是完全是 也算是一个比较稀释的这种就是我们说的 还是不是 不是说你在这个什么户口上面啊 你在这个位置 他就会自动帮你去分配 或者是抽钱 不是的 你一定要是主动的自主的去做报名的 这样的一个步骤和一个行 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在第一 所以在这个首页的话呢 就是大家就会就是会看到 你可以去把自己的孩子的这个年月日 就出生年月日就可以填在这个里面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check的键 就是查键 然后查 比如说你孩子是2020年报名P1 还是2021年报名 那我家我家娃就是我今天也是就是填进去了之后 那我家娃他出现的就是2021年 就是明年的大概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进行报名 那今年的报名是还没有开始的 因为按照他正常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去年报名的时间 去年报名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六七 就是六七八月份 这几个 就是对 那他具体的日子的话呢 他有跟这个你所 你家小孩所报名的这个党位不一样 那这个的话虽然他不是先到先得 但是他也有一个先后顺序的报名次序的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排位 那这个的话呢 会跟中国国内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那同时的话 但是这个的话呢 我更觉得他是比较偏欧美的这样子的一个受一个影响所制定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排位 所以当你查到了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你家小孩是在比如说是今年啊还是明年就可以参加 就是需要去报名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下面就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步骤 包括在开始就是在这个注册之前 你要比如说选学校 因为到时候你在填的时候是需要填你自己想选的那个学校的 那而且只能选一所 就是说比如说你如果周围附近有很多所 你说我能不能都排上 然后如果这间选不到的那个不可以 就是你只能选一所 但是如果你没有选到这所 然后他就会自动帮你去分配到下一所 就是小孩肯定是有 肯定是有学位可以读书的 而且都是在家里附近 就是究竟原则 对 那呃 第二个就是说你准 就是你 你除了要准备了解学校这个部分是重中之重以外的话呢 就是你还是 你还要了解就是关于呃 你要需要给孩子准备些什么内容 就是说你去参你去报名的时候 你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文件啊 你需要填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啊 然后这些东西你得提前都去准备好 那到时候就不会手手忙脚乱了 那在这个 在这个 注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是需要呃 就是拿到最新的小孩打疫苗的这个呃 更新的 所以你需要有这个疫苗证明 那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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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外国的呃 孩子和本地的孩子 他的那个疫苗证明不一样 因为本地的孩子的话呢 他基本上是在他的那个呃 呃 他的那个官方的后台就是直接可以查询到 然后呃 海外的孩子的话呢 就国外的孩子外国孩子的话呢 就需要把呃 自己本国的那个在呃 翻译然后上传到那个外 这个本地的网站上去 然后最后会得到一个认证的这样子的一个 证书 然后包括缺了什么针 他也会呃 呃 告诉你然后你要去补这个针 对 那这一块的话呢 其实我未来也可以详细的呃 呃 再跟大家讲一讲 然后大家可以提前先准备好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你们的孩子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或者是现在呃 呃 比如说你可能是新加坡人 但是你现在人不在新加坡 然后你可能呃 呃 孩子他就是之前打疫苗呃 呃 不是在新加坡打的 那这种情况也得 要把呃 呃 在本地打疫苗这种情况上传到呃 政府的这个后台 然后最终要拿到就是匹配跟这边呃 新加坡政府呃 所要求的这个疫苗相同的内容 才呃 就是才算是叫做达标这样子 我我儿子好像还我儿子好像还缺两两两针 两针 但是呃 但是现在疫情期间也达到对 然后在呃 你注册之后的话呢 就是你比如说你要你会拿到这个结果 就是呃 哪所学校录取你你要去哪个学校报到 然后你得去学校报到 然后怎么样去过渡到你这个小学里面去就是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里面去 然后呃 刚才我有提到就是呃 新加坡政府的这个官方网站啊 除了他非常的细心贴心 还有把一些非常重要的点呢 会提前告诉大家以外 他还给大家做了精美的视频 然后这个视频的话呢 就是大家可以点开来看 但是呃 就是他的这里面的这个嗯 英语嘛 就是他是全英文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他是非常非常浓厚的 嗯 这个新新加坡式的英文 就是我这样说大家也没关系啦 就是反正呃 新加坡本自己人也在也 我也会偶尔自自嘲嘛 就是的确就是会有这样子 那就好像我们呃 国内的讲普通话 或者是你在讲地方语言的时候 你也会带一点口音也是正常的 那包括我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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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音 呃 新加坡 呃 口音 这个印度口音 呃 中式口音 我都会提前让他去告知他有这个 呃 会有这个情况 他会遇到 那他比如说他可能在iPad里面 或者他看电影的时候 他可能听到的是呃 很多是美音 然后他看 比如说像我 我女儿看小猪pepper的时候 他的那个英文就是纯音音 所以你只要提前告诉你的孩子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辨识度 还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度 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话 他可以在辨别这些口音的时候 会自己上心一点 然后他也不会说完全会一定会受某一种口音 但是如果没意识的话 可能小孩就会受某一种口音的影响 对啊 怎么讲到 怎么怎么讲 对 那他的那个呃 这个视频是那种story式的 就是那种故事式的 然后也是特别的精美 然后我觉得呃 嗯 他的这个呃 视频也是很值得去看 如果大家呃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 感觉好像在给MOE做广告 然后是在MOE的 就他在他有上传在他自己的YouTube 呃 对 上面 OK 那当 然后包括的话呢 如果你现在的小孩的状态 比如说呃 嗯 除了本地的 就是这里我们分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是呃 新加坡公民 呃 或者是新加坡PR 那你的孩子父母是新加坡 是否是新加坡公民PR 还是哪持有其他的这个证件 嗯 嗯 这种情况下啊 那你的孩子是否是算为这个本地人的申请 还是算为这个国际生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你是呃 就是你你是新加坡公民对吧 然后呢 但是你现在的小孩或者是你现在在海外工作 就你可能在呃英国啊美国啊或者在其他国家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也他会有一点就是说啊你的孩子是新加坡人 但是是在海外呃 呃 就是现在现在是居住在海外的话 你应该怎么样有个报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呃 对然后这个我也特别的看了一下 还有比如说你的小孩是不是有特殊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可能在听力呀或者说话方面 或者一些行为能力理解方面 情绪方面是不是会有需要一些帮助 那这个方面的话呢呃 呃 在你报名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有特别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的时候 你的填的内容和填表也会不一样 呃 包括比如说呃 你自己认为我家的孩子现在还没有呃 呃 就是还没有 不想让他这么早上学 然后我觉得他还没有到这个是 是 呃 叫什么 是0 年龄 就好像当时我们给我弟弟就是休学了一年 就是呃 就是呃 就是我们在路上这一年也是一样 就是你觉得你们家孩子还没到那个年龄 你想推迟一年让他上学 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比如说你的孩子呃 呃 你自己可能会有一些身份 但是有 有 拿着某一些身份 但是呃 你们家孩子是呃 没有这个新加坡公民或者是新加坡呃 呃 这个呃 呃 永居的这个身份 的话呢 你就需要呃 去以国际学生的那个流程来走了 对 那其实的话呢 呃 作为就是国际生的那个流程 就是国际生的这个流程呢 其实相对来说 会比本地的这个流程还会更加简单一点 我大致就是我可以呃 大概的给大家讲一下 那 针对于国际生呃 新加坡的小学一年级的报名流程的话呢 呃 首先呢 你你需要呃 也是一样的 你需要知道你的孩子是在哪一年呃 呃 去进行需要这个入读和报名的呃 呃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呃 呃 呃 六月初的时候 你就需要知道你自己呃 呃 呃 就是有兴趣要来读书 呃 同时的话呢 你自己是需要呃 呃 就是知道你的学校 就是你想你想 你孩子你未来 不管是说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在新加坡 还是之前你们来过 已经有看过学校看过呃 呃 住房了 还是说你们完全从来都没有来过新加坡 只是想说试一下 哎 看我现在能不能报名成功的这种情况下 呃 就是 都是可以提前去做准备的 那是在六月初的时候 然后呢 在呃 十月底的时候 你就是可以收到 这个 嗯 那个 信了 就是说有没有被录取的这样的一个信 然后在呃 十月底 拿到这个信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去给孩子呃 注注注注 这样子 然后 你怎么样去 就是你怎么样去知道 就是你要呃 呃 这个 就是提前报名 告诉他你在这个六月份初的时候 你需要告诉呃 政府说 呃 我感兴趣 然后我想选什么样的学校 然后我需要报名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呃 因为 就是首先的话呢 就是你 因为呃 呃 他需要呃 因为他他只有呃 这个 sorry 他只有很少的限额的这样的一个名额 所以你得呃 提前 然后包括他会告诉你 假如你呃 呃 你有双胞胎 你也得分开的去报名 等等之类的 然后包括他需要呃 准备你看呃 准备像孩子的这种什么出生证明啊 护照 嗯 这个 现在的这个身份状态 然后还有就是包括你是呃 呃 小孩持有什么样的一个证件 就是有没有父母在这边啊 是不是工作呀 还是呃 是有呃 身份的等等 然后包括双 双亲的 双方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呃 资料 然后一个有效的邮件地址 本地或者是海外的这样的一个联系 联系号码 呃 还有就是孩子的那个呃 呃 出生证明的一个复印 就是复印件呃 呃 包括他的护照复印件 然后这些都是需要你上传的 还有一些翻译件啊 对 然后你就可以去呃 进行他 他是会有呃 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呃 呃 报名的 然后而且是线上的这样的一个 报名的呃 呃 然后你就可以去填 如果 听完我的视频的话呢 然后大家可能在国内 呃 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 呃 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呃 呃 可以给我呃 留下你的呃 呃 或者是联系方式 然后我也可以呃 呃 如果需要我的帮帮的话 就是我也可以呃 呃 就是可以给大家多多就是呃 多多的交流交流 对 那呃 呃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一个 外国呃 呃 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报名流程 其实 呃 这个 新加坡本地人 他其实更加的 简单 因为他少了一个 我刚才有说的 分这个 等级 这个报名等级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分档 呃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认为是一个特别很特别 特别之处 那首先还有呢 就是在报名之前嘛 呃 呃 我我我跟大家呃 聊一聊哈 就是现在听说呢 就是国内 之前呢 是学区房嘛 呃 因为我弟弟之前是在国内是有 呃 就是正式入读 呃 这个本 就是国内本地的那个小学 然后是呃 就是按学区 学区房的这样的一个划分 就是你有这个名额嘛 对他就去 去读了 那我知道现在的话呢 是还需要是好像是说姚 号啊 抽签这样子的 当然每个地方 因为呃 地方太大了 然后每个地方的教育局啊 这个要求都不太一样 那新加坡 因为他的地方就是呃 都是其实都是统一的 所以他的所有的区域啊 整个国家的都是统一的 那首先的话呢 就是你要怎么去选一个学校 比如说呃 孩子的兴趣啊 嗯 你可以去看 因为虽然他是呃 嗯 就是他的那个呃 教学大纲是整个教育局公布的统一的 但是他的每所学校实际用的教材 我只有个大家提过是呃 不是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也不会说呃 太分化就是太多选择 比如说他们小学的可能数学就有三个版本的 然后可能是学校或者是老师 他会根据他自己喜欢的那个逻辑 编排的那个逻辑 或者喜欢的那本书 那还有就是他的那个学校的整体的一个难度 对 然后来进行一个选择 所以呢 他包括还有就是什么呢 就是呃 小孩的兴趣是包括什么呢 就是兴趣爱好 比如说运动类的呀 美术类的呃音乐类的 就是因为这里面呢 在呃 学校放学的你的就是正式内容呃 呃 课上完了之后 主流课上完了之后 下面是会有一个叫做呃 CCA的事情 CCA的这样子一个呃 项目和一个时间段 有点像是我们的那种课后兴趣班 但是他是包括在呃 本身的学校的这个课程里面的 那学生呢 是会可以根据呃 自己的兴趣去选择 但是每个学校 他所提供的这些俱乐部 还有所提供的课程都不一样 就是他呃 他包括他有的这些老师啊 然后他这个学校本身 可能是比较偏艺术的 还是偏运动的 还是偏这种什么德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学校都不太一样 这也是他这个本地的公立学校 大家之间的一个差异化的这样的一个 小小的区别在这里面 还有就是第二点就是呃 这个travel time 就是等于说离你们家的距离是有多近多远的呃 呃 我自己按照我大家 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呃 选学校的哲学呢更多的是倾向于就是邻里学校离我们家就是最近的 其实我们家楼下就有一所对就是走路一分钟下个楼过个马路就 而且这个马路还不是那种大马路有车的是呃那种呃有点像是那种小区里面的那种马路 嗯 然后呃 第三个就是这个也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就是mother tongue language 就是你的母语语言是什么 就是呃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因为新加坡它是属于一个呃多元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里面的种族和人群呢呃比较的多样化那这里的话呢 然后新新加坡的教育体系里面是非常注重因为呃英语是它的行政语言 但是呃呃他也非常注重这个不同的呃人群和种族本身自己的一个母语呃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 那比如说华人肯定就是学呃呃华华文嘛对不对就是我们说的中文 那这个里面的话你就要看这个学校里面他是不是有呃初级中文呃甚至是高级中文 因为不是每个学校都有高级中文的就是他他学的这个深度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包括还有像什么呃是不是有什么这个马来文呃呃 嗯然后还有这个呃印度文呃就是这里面都是呃一般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是三 三个就是比较官方的学校基本上会提供的这样子的一个mother tongue呃 另外就是比如说学校的整个整体文化这个你就可以去参加学校的一个开放日 open house嗯嗯啊然后就提到了就是关于刚才我有提到的可能某些孩子他需要一些特殊的帮助 那在这个特殊的帮助上面呃呃是不是就是可能某些学校他就有这些特殊帮助的这样子的一个呃呃课程或者是老公 不是课程或者是老师sorry口误课程或者是老师呃可以就是提供给这些孩子们进行他们这样子一些特殊教育的一些呃学习 那呃呃呃你不管是说你呃所租的房子也好还是呃自自家的房子也好就是你的家庭住址呃呃对这个注册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呢基本上呢他在就是呃就是他在选择范围内呢他都是有一个比如说两两公里两公里就是这个房子就是你住了住了多久 呃这个是不是你可以呃以这个房子的地址去进行那些学校的申请他都是有要求的 那这个大家如果未来要是来到的话可以具体情况再去具体的查 因为我在这里如果讲太加太详细每个人的情况可能都多多少少会有不同 那可能没有办法去普及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对 ok 那然后呢他主要呢其实他更加呃需要知道的这个地址呢是看你呃你的这个 这个 住址的两公里以内他需要去满足满足这个因为稍后我等一下会提到就是他可能比如说你如果你是一公里的话呢你就会有更加优先的选呃更加优先可以选上自作学校 然后你如果是两然后他呢一般会给一般都是会给你匹配两公里以内这样子的学校 对 那除了刚才我所说的就是这个你的家庭地址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距离会怎么样影响到 他的一个优先录取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那比如说他这里就有一个排序 你看哈叫做Priority 就是优先录取一般会给到哪些 因为他之前说了不是先到先得 比如说第一就是新加坡公民住在那个学校一公里以内的 第二个是新加坡公民住在一公里和两公里之间的 第三个就是住在两公里以外的 第四个就是永居住在一公里以内的 第五个就是永居住在一到两公里以内的 然后第六个就是永居住在两公里以外的 就是他的整个优先顺序还是会根据这个距离来给你排 就是来给你进行一个优先次序的这样子的一个排序 那当你要准备进入这样的一个注册的状态 你看哈今年的注册呢是还没有开始的 今年的注册是会在六月就是2020年的六月到八月份 所以如果是现在今天听到我这个视频的国内的朋友 就是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其他国家的这个朋友 你们有兴趣今年是想给自己的孩子报名 明年一月份就是20202021年一月份 让你们家小孩来新加坡读一年级的朋友们 那你们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进行资料还有这个所有的准备 就是整整还有一个 整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哦 就是说明我今天这个视频还是说的 这个时间还是刚刚好 比较好的就是不会太晚 就是大家听完我的之后 如果真的是有兴趣 或者是想说那我要不然我先试一下吧 因为你还不一定能被抽中了对不对 但是万一抽中了 我相信明年一月份 整个全球还有包括中国也好 新加坡也好 还有全球其他的这些国家也好 应该基本上都是会慢慢的进行一个开放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说航 就是航班的一个正常 希望啊 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 回复嘛 那所以的话呢 大家还是可以 现在如以感兴趣的话 是可以开始左手的准备 那这里我就要给大家讲到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重中之重 然后基本上展完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 后面的我们就会快速的过一下 然后 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深夜长谈的分享 怎么说呢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到 就是说 在这个 你去报名的时候呢 你为什么他会有这么长 拉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说 为什么是从六月到八月 然后你想说 如果我是一个很上心的家长 那我肯定在六月份他开放的时候 我就提前去报名啊 问题是他开放了 你可能不属于那个档次 你还不能报名 这怎么说呢 就是他分 一共分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档 这个六个档分别叫做 一 就是 就是 这个怎么说 叫做 one 就是一 然后第二个是 2A1 2A2 2B 2C 2C 这个 这个 对 就是 他有分 这 一二三四五六 对 这六个档次 比如说第一个啊 然后你在下面 他有一个很好的 就是你可以填你家实际情况 然后他自己会给你划分 就是你属于哪一个档 比如说 这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 你现在 你们家有一个孩子 正在 你自己想去的这个学校里面读书 比如说你现在选了一个A学校 你想去 你想送你现在要准备 要报名的这个孩子去 然后你们家本身呢 就有 这个 就已经有一个孩子 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孩子 是 正在这个A学校里面 正在读 那你就属于这个 一 其实呢 他就是属于一个 有点像是欧美的这种 校友嘛 然后还有 其实他更加的是方便 父母 就是因为一般呢 比如说如果你是二胎的父母 三胎的父母 然后你 你家已经有一个孩子 在这个学校里面读 他就会优先的 给这个孩子的兄弟姐妹 去给他进行一个排位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父母接送两个孩子也方便啊 然后跟学校沟通也方便啊 当然前提是你第二个孩子 你也想选同一所学校的前提下 那你就可以 然后你就是属于第一个 第一类的 第二个叫做 2A1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说你曾经是这个你所选的这个学校的校 毕业生 就是你是这个学校的校友 那你的孩子就是 就可以就是在 就是第二档的第一 2A1 去报名这所学校 然后 包括你是那个 就是他说 他会告诉你在什么年 在一年份之前你是有签这个 就是校友的这个申请表的 同时呢 你还是这个叫什么 包括可能这个 这个委员会的 其中的一个成员 就是你是这个学校里面的 比如说管理 管理会的 或者是 这个没有提到 就是他有说的是 就是咨询类的 可能就是一个建议啊 或者是一个对啊 就是比如说类似于这种 什么家长委员会啊 但是他也没有提到家长 就是你是一个 他的这个提建议的 或者是管理的 这样子的一个 组织会的这种 而且是 你喜欢这所学校里面 其中的一个成员 那你就可以在 2A1 去 他的开放 就是他的时间是 比如说他会先给 这个 他会告诉你啊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1呢 他就会告诉你 这个你会 你的开放的这个注册的时间 是在7月3号到7月4号 Oh my god 你知道吗 就只有一天的时间 给这个1的这个档次 来进行一个报名 然后2A1呢 是在那个 这个比如说 他会告诉你 是在7月9号 然后你是可以报名 也是那一天 然后还有时间 然后结果会在 比如说5天之后 我觉得可以得到 然后2A2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 或者是 你有一个孩子 曾经在这所学校里面 有读过 但是你不是这个学校 毕业的 毕业生 就是你可能 不是这个学校的校友 但是你曾经 就是你可能转学了呀 或者你的孩子 可能到了三年级 天才考试 然后转学 去到其他学校 但是他原来 是这所学校里面的学生 你也是可以 在这个2A2的这个档次上面 去报名这所学校的 然后包括 比如说 你可能是 这个学校的工作人员 你也可以在2A2这个档次 还有就是你的孩子 现在是在这所学校旗下的 附属幼儿园里面 正在在读 你也可以在2A2里面 去申请这所小学的 你看 他特别的 特别的 分的特别的详细 然后我这个是 也特别想跟大家讲的 因为这个就跟 就是可能 包括中国国内呀 还有在海外的 其他的一些国家 包括可能这个英国啊 美国啊 这个澳洲 新西兰的这些 学校的报名 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不一样 然后我也是很详细的 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那比如说RB是哪种呢 就是说 你的 我就是他如果 假设我是父母嘛 对不对 就是我本来就是父母 就是这个父母 是有在这个学校里面 做 志愿者的 而且他告诉你是在 什么年份 之前 几月几号之前 你有做过志愿者 而且是完成了 40个小时的 这个志愿者的时间 你就可以在RB这个里面 去报名参加这所学校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是这个 跟这所学校 直接相关联的这个 教会相关联的 这个会员 也可以在RB里面去进行 还有包括就是你是 你被称之为 当地社区的这样子一个 领导 就是有话语权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人物 你也可以去 在RB这个档次去 进行申请学校 那来到2C呢 就是没有任何 这个特别的 就是说 这个叫什么呀 如果你的 只要是你的 反正就是你前面 没有 你也不是1 也不是2A 也不是2A 也不是2B 你自然就是这个2C了 就是他就开放给所有的人 但是你看他的时间就会比较迟 他开放注册的时间会比 就是也是一天 然后就是比如说7月30号到8月1号 完了之后呢 他的结果就是7天之后就会出 他有两个注册的时间点 他一个注册时间点是线上的注册 还有就是你可以去到线下学校去进行注册 然后这个的话 他就 对 他这个是一个注册内容 然后他其实每一个档位 就我说明白 他的 他不是说 我第一个全部 就是全部都这个学校我招满了 我就不 就这个学校不会再给2A 2A 2B 不会的 他每一个档位都会留名额 然后在这个档位里面 他不是先到先得 而是再去根据你的 比如说 就是你的 刚才我有提到的这个住址的这个距离 比如说一公里以内呀 两公里以内呀 两公里以外呀 这样子的一个 分布 然后到了2C的话呢 就是说 你不满足前面的 这个要求 因为包括2C 他更多的是 比如说 特别是那个 你是新加坡公民 还是 这个新加坡PR 基本上PR的话呢 就是到了后面 这个2CS了 对 到后面 对 还有就是比如说 如果你是错过了那个报名的时间 就错过了报名的时间 你就只能在后面去进行报名了 对 那这个呢 就是我特别想给大家讲的 一个新加坡很有特色的 在 就是 学校注册报名的过程当中 会涉及到的 一个内容 就是他会根据 父母的一个 父母还有你家庭里面 有没有另外一个孩子 就是现在所处在的一个位置 或者是曾经 有没有读过这个学校 你是不是校友啊 等等之类的 然后再去进行这样子一个 算是一个时间段的 报名时间段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分配吧 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公平的 对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包括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这个的材料的话呢 其实跟这个 这个叫什么呀 那这个的材料 它会比 国际生的材料 就会稍微要简单一些了 就是其实就是孩子的出生证明啊 然后包括孩子的这个 就是如果你不是在新加坡生的 但是你已经拿了新加坡的 这个国籍了 那你就要有这个 它的国籍的一个证明 包括这个 就是 这个如果他们是PR的话呢 就是如果孩子是PR的话呢 它需要有一个那个 一个 重复入 就是那个叫什么呀 入境 入境的这样的一个签证 对 包括孩子的这个 疫苗证明 双方父母的身份证 本地的身份证 如果是 双方父母是PR的话 那就是你也需要去提供你 那个永居的这样的一个证明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 Optional就是可选择性的一些材料 是 就是那些文件 是根据你现在的状态 比如说 举一个例子吧 可能未来大家会涉及到 就是你可能 所用的这个地址 是 比如说是 你租的地址 或者是一个新的 一个 房子 刚买的一个房子 就是你可能要需要提供的这个材料 就是不一样的 或者是说 这个双方的父母可能是有分居啊 或者是离婚的这个状态 也可能要提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材料 OK 然后下面的话呢 就是 比较简单的 就是你等你报完名了之后 然后呢 他这个 就是他这个叫做什么 派位啊 就是刚才我有跟大家提到的 他的根 基本上是根据这个距离 就是 根据每一个档位 报名了之后 再去根据这个距离 主要就是还是居住的这样的距离 所以你说有没有学区房的概念 其实好像新加坡 大家看似是没有学区房的这样的概念 因为他们并没有特别说 哪个学区房就会特别的贵 他跟他还是跟区域 整体的区域的生活有关系 但是你细想 好像又还是有学区房的这个概念 比如说一公里以内 两公里以内 所以他还是有 但是 嗯 其实邻里学校嘛 他整个的整体排名的话呢 不会差太远 那当然了这话呢 就是说比如说 比较知名的这些像什么 南洋 就是像大家知道 就是南洋啊 什么 这个 英华 就是 英华是东西 就是 就是比较知名的一些 新加坡的本地的 公立学校来讲的话呢 其实很多他们听说都是校友的孩子会占据比较大部分 对 那那你申请完了之后呢 就是在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小孩有添加新的这个疫苗的话呢 你就要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更新 接着你就会拿到你的这个录取通知书了 然后他会根据这个 比如说你是在1还是2A 2A2 2B 2C 2CS 就是你不同的 他会有不同的那个出 出来的这个时间 对 然后出来这个时间之后 你就要拿着你这个 像是录取通知书这样子的一个注册的 对你只要去到这个学校去进行报道 对包括你可能要去 去学校拿校校卡呀 等等的这样子的 然后包括你怎么样去 然后这里有又是我要再次强调的 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结束啊 就是我还是在强调 每一次我看新加坡的这些官方的政府网站 我都其实挺感叹他们的 就是政府的 一个就是 很详细的这样子一个准备 包括在网站上面这些信息 就是 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嘛 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呢 我自己之前可能 就是也就是怎么说 就是自己之前的一个 我们在就是在国内 就是我们成长这样的一个环境 还有包括我可能以前在 在美国留学的过程当中 就是说我 我觉得就是当时已经是有看到差距了 但是的话呢 就是来到新加坡之后 我觉得更加了解到就是一个 如何可以这么贴心的 然后这么就是细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政府 它是怎么样去把这些所有的细节和内容 在很公开的这样子的一个网页上面 全部都给你准备好 然后当然了 这个也是 它的整个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这个也是一个它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我觉得挺感叹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也希望未来就是所有的这个 也不能说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国情嘛 但是不管是说 现在正在是说发展中国家 或者是这个落后的比较偏落后的一些国家 大家都是在慢慢的成长和慢慢的发展当中 那未来的话呢 其实新加坡的就是它的政府的这一部分的话 我觉得它对其他国家的一个 也是一个非常很好借鉴的 因为它对国民来讲 或者它对在那个地方所生活的人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第一次对不对 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有首次去办某件事情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还有然后我们也是初为人父母 那我要去给孩子去报一年级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是第一次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吧 那我也是会去做第一次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可能并没有一个身边 就我可能是算是我的这个年龄段 和我身边的这个群体比较早 有这样子的一个会去经历这样事情的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的话呢 我就也是需要去借助 如果是线上有这样非常详细的这样子的介绍 或者这样子一个网站 我就可以完全去跟着它的整个步骤 还有流程去做 然后也是非常清晰 不会的走弯路 所以呢 今天的话呢 基本上呢 就 就是刚才有讲到嘛 就是它在最后面 就是它就是说 帮助你的孩子去了解 这些改变 就是什么改变呢 包括你要去接受一个新的环境 你要开始一个新的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还有一个时间表 你会有新的这个朋友 有情 你要明白新的这些规矩 还有你要怎么样去在学校里面获得帮助 这些在网站上面都有非常清晰的 你要知道看的人肯定是家长 学习的人肯定是我们先是我们家长 然后我们家长学习了之后 我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的人 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好地把它给带着我们的孩子 然后引导他们就是进入这个过程 而不是说都需要去报这种什么 幼小衔接班啊等等等等之类的 那今天的深夜畅谈呢 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新加坡小学报名和入学的整个流程的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梳理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可能会听的会觉得有点点 就是时间会有点长 然后也会有点 会不会觉得有点 我会有点啰嗦 但是我是希望在当下这样子一个 短视频风行 还有在很多信息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 我更倾向于去用更详细 更完整的方式分享给大家 虽然大家可能不会在一个时间就是有时间把全部我的视频全部都看完 但是的话呢 大家如果是知道我今天讲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在未来有一天你需要这个内容的时候 你又不喜欢去看文字 你又不喜欢去看文字 你就只想挂个耳机听一听的时候 可以点开Julia的深夜畅谈里面的一些干货性的这个视频 然后呢 我都是会比较详细的去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各个可能大家想去了解的这样子的一些内容 好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呢可以给我多多点赞 然后也可以给我下面多多的留言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更有些建议 你可以跟我多多提出 我也会虚心的接受大家的一个批评跟教导 最后的话呢大家记得要订阅还有关注深夜畅谈频道 那明天晚上十一点深夜畅谈将继续如约而至 Julia也会在这里像今天晚上一样和大家不期而遇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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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